威教系健康周系列活动 从大安森林公园转站到师大楼 最后一日举办农物体验讲座 邀请师大农是土龙师 也是豹米香师的赖永华 让师长同学能够边学边玩 还能亲口吃到自己推的米 健康周的祖宗是健康饮食教 让我们有别于就是 带外会在谈的那些 六大类氧气网 我觉得是比较从根本就去探讨 人和土地和食物的关系 就是好的环境才会有好的食物 然后好的食物才会有好的健康 所以说食物它不只是 营养兽总和 它是人和环境之间的桥梁 以营养教育为主轴的闯关活动 从认识食物链到食物挑选 最后教你如何蔬菜烹煮 参与同学反应热烈 也了解了购买食物时 可以选择减少碳足迹 爱护地球的选择 它会帮助我们认识水果的外调 就是对于我们这些住宿生 就是平常如果想要自己买食材 住宿测主的话非常适用 校园记者杨一针采访报导